蒸鱼肉 很香 焗了全程都是38分鐘 大家好 歡迎收看張嬪嬪廚房 雞有很多種食法 炆炒炸燉湯 今次我想跟大家介紹 用氣炸鍋焗雞 其實很方便 醃好就很容易做得到 像忙碌的爸爸媽媽 或者哄小朋友 燒雞給他們吃 都是不錯的 想知道是用什麼醃料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隻雞正重是1.2kg 因為燒雞 所以在頸部置到頭上 就不開了 雞腳在較位對下 大約2寸 煮熟的時候 雞皮不會滑 走上雞腿 看起來就不太美 清洗乾淨 處理好雞 最重要是瀝乾水 我用的醃料非常簡單 是鹽 百里香粉 蒜粉 就是這麼簡單 最重要是 起碼要醃4小時 我這隻雞是昨晚醃定了 非常入味 雞當然放在冰箱裡 焗前 最好早3至4小時 拿出來 讓它濕溫 然後才來焗 你立刻在冰箱裡拿出來 焗爐去焗 煮熟的程度就是不一致 會醃到有些水 把雞盡量印乾水分 雞籠裡也要放鹽和香草 整隻雞肉就不要這樣 把它放出來 燒起來 變成顏色會均勻一點 氣炸鍋180度 預熱3分鐘 夠了 用這個炸網 把雞胸向上 因為氣炸鍋的發熱線 是在頂上 雞胸向上 180度 焗30分鐘 30分鐘 把它拉出來看看 嘩好香 小心點把它反轉 華麗轉身 嘩好香 嘩好香 媽媽最喜歡吃雞腿 你看雞汁液多豐富 好汁 你可以配意大利粉 配飯 或者像我這樣 我的孫女很喜歡吃這隻 牛奶杯子麵包 所以經常叫媽媽做 今天就做了 一會兒就燒雞配麵包 在我頻道裡 亦有和大家分享的做法 記得按這條link 全程都是那38分鐘 現在的雞要煮熟透 烤雞最好用黃油雞 有些油的香味 滲入肉裡面 吃起來會更香 嘩好味 肉又嫩滑 好汁 香味又濃郁 雞腿做到有嫩滑的程度 火候是可以的 依照我的做法 一定會焗出很好味的燒雞 雞骨 或是可以用來煮雞粥 也很香 你可以提議好嗎 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和家人分享一下 其實張媽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鼓勵 記得多點點讚 還有多點訂閱 如果做好了 記得上機吃先 Hashtag媽媽張Cooks 我便會收到 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你的家作 留意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頻道裡面 雞的食譜也有很多 其他家庭的菜 零食 點心 糖水 都歡迎大家上去瀏覽一下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 下次見 拜拜